降低我们的身体 好等一下 我再换一个位置给你们看 所以等一下一样 等一下我们会从这个地方回来 回来之后脚被脚球扎地板 身体先提起来 然后把前脚往右边往外打开 后脚的脚跟往下放 然后我们的身体就会面向右边 慢慢把骨盆在这里放下 然后你可以就是 如果觉得太刺激 可以把前面的手放在砖块上 那当然如果没有很刺激 你就可以整个放下 好你们试试看 所以现在你的前脚是右脚 骨盆推回去 那你的膝盖会在你 至少在你的脚踝正上方 对 好 然后我们把后脚 后脚跟拉起来 所以会在低 那个low lunge的地方 对 好然后手在地板 对手的孩子回到地板 好 这边打开你的右手 右手让空间出来 让你的前面的右脚往外 往外转90度 你后面的脚跟向下放 然后我们把骨盆轻轻的来到地板 对 好 所以你的左手肘会放在地板 对 好所以如果左手肘要放在地板 宽真的很不舒服很紧 你的左手可以放在砖块上 好我去看一下你们哦 可以吗 通常会让你的宽骨就是 放松的 拉展的会比较多 好所以试试看啊 可不可以在这个位置把胸口再打开 肚子让你的脊椎再延伸 好然后我们把上面的右手往后轻轻的 你可以反折在背后 你也可以放在地板 然后把前脚踩好往后 收着肚子 胸口往上推开 所以上面的肩膀 右边的肩膀会尽量向后转 好把下面的手 撑着地板的左手肩膀 尽量推开耳朵 所以 不要远离 不要靠近耳朵 所以是推开耳朵 再一个呼吸哦 吐气的时候 把后面的手带回来到前方 一样放在你的脚前面的地板 好 这边试试看啊 把后面的脚球 后面的脚球推 所以你的脚刀 会在地板上 收紧肚子哦 你的右手很轻很轻 做一个脏篷在前面 胸口保湿打开 脉骨收进来 试试看一点点核心的力量 虽然我们今天要做伸展跟放松 可是还是做一点点恶心 所以收紧肚子 胸口保持打开 试试看 等一下我们把肋骨 肚子都往上提 骨盆往上推 所以肩膀会推开哦 吐气下再一次哦 吸气上 把骨盆往上推 所以你的前脚会扎地板 帮你往上推 你的后脚脚刀 在地板也帮你往上推 有一点像侧平板哦 吐气下 好再一次哦 最后一次哦 这样可以哦 准备好了吗 好试试看哦 你只要提起来 一点点 你的下面的宽骨 左边的宽骨 地板的宽骨 只要有提起来 一点点就可以 所以收紧肚子 肋骨往内捡 肋骨往内收 试着大家一起往上提 在吸气的时候 停留一下 好胸口保持打开 甚至可以把右手往上推天空 保持胸口很打开 脖子很放松 前脚扎稳地板 再让你向上 三个呼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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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